我先讲一讲血压低 血压低就是收缩压就是少过80 然后那个树长压少过60 血压低的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 太过瘦 或者你量的时候 量那个血压的时候这个calf太大了 你很小致 你用买这个这样大的量下去 当然是会低 你要找一个适合的calf 那至少如果你是很瘦的 瘦到很离谱那种你要用小孩子的 真的 这样你还可以知道你是真的是血压低 如果你是血压低的话 可能你是冰雪 或者是你整天都不够水分 不够水分会造成血压低 不够营养会造成血压低 销售 其实不够水压就是销售会血压低 或者是你有惊奇问题 因为有整天流血 然后又没有补回 所以你可能会血压低 然后有些女性他们血压会比较低 就是因为 或者是有些人心跳率很低 他的心很慢 心脏跳得很慢 血压会低 有些就是他因为可能就是他 他年老了那个心脏的那个跳动率 因为年老了老化了 心脏也老化了 所以跳得比较慢 所以都会跌 所以会低 或者是血压低 或者是血压低 就是因为你坐着的时候站起来 忽然间你血压会低 那种是短暂性血压低 它是因为你的血管硬化 来不及reflex 来不及反应 所以你血压会一下子低 这个是年老会有的 血压低的病人需要去检查一下 有些人血压低是正常的 正常的 所以你要先看一看医生 到底是到底你的血压低是造成的 刚才我讲那几点吗 如果是不是那几点的话 只是因为你是先天性血压低的话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血压会慢慢normal的 会慢慢回去100 年纪比较大 你的血压会慢慢提高的 所以血压低的问题比较少 只是说如果是血压低 是因为不够缺水的话 你可以喝多点水去提高 或者是你的diet 或者你吃的东西太少盐了 你很少吃血的东西 你的身体的那个血的浓度也是很低的 那种也可能血压会低 年纪大了 下环的diestolic 就是我们的树长压 少过40是没有这么大问题的 最重要是上面那个收缩压 胃压少过80就ok了 如果是少过70-40的话 可能你在种植白血症 严重白血症也会造成的血压 我们叫休克 你要看到底那个血压低是休克 有些人血压低的时候 还可以做普通事情 还去上工 还去找煮饭 没问题的 那些血压低的病人 那些不是病人 那个是normal physiology 所以没问题 menopause的话血压会高 menopause的话血压会高 贫血就是血压低吗 不一定 贫血不一定血压低 可是血压低可能是贫血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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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